位于中国广西自由贸易试验区南宁片区的电商直播间内 面对手机镜头 越南籍主播陈光辉谈笑自如 熟悉地用越南语介绍着产品 近日记者走进电商直播间 探访东盟网红主播带货的背后 今年30岁的陈光辉正在广西外国语学院留学 今年初在老师的建议下 尝试进入跨境直播行业 学习带货技巧 为更好的与越南消费者交流 每场直播前他都会详细了解产品信息和优惠政策 提前三天准备剧本 认真化妆后才进入直播间 为了准备直播 我们会准备剧本 直播剧本 还有化妆 还有了解产品的信息 然后我们也要知道 现在我们有什么优惠 曾在印尼留学的梁叶入行一年多时间 25岁的他成为网络上小有名气的印尼语主播 直播之余 梁叶还在网上运营多个跨境店铺 他告诉记者 时尚类的轻小物品非常受东盟消费者欢迎 因为饰品它本身就是比较 有点像那种轻时尚类的产品 然后东南亚的人口都是比较年轻化的 所以也是比较好卖 据了解 广西推动东南亚最大的电商平台 Lazada在南宁建设跨境电商创新服务中心 利用广西东南亚小于种人才资源丰富的优势 构建卖家孵化 跨境电商直播 多余种跨境电商培训等服务体系 已经吸引120多名东盟主播入驻直播间 在今年疫情期间 南宁跨境电商开设防疫产品专场活动 吸引东南亚今万人次观看 成为爆款案例 此外在越南 泰国 马来西亚等国家还开办电商服务中心 向当地创业者传授中国电商发展经验 提供货源支撑 也是借助我们南宁 广西的这种区域优势吧 或者说我们的资源 人才资源的优势才能承接得了 现在呢 整个跨境业务板块呢 发展势头非常猛 也可能也是我们中国整个的国内的 整个电商平台的直播业务的这种突飞猛进的发展 对国外也有很强烈的带动作用 因为很直观嘛 所以我是非常看好 中国和东盟之间这种电商平台的跨境直播业务的开展 当前东盟各国直播业务正处于起步阶段 未来具有很大的发展潜力 跨境电商是联通中国优质商家和海外卖家 消费者的通道 让东盟消费者以同样的价格买到品质更好的中国商品 实现消费升级的梦想